主席 有請曾主委以及我們台北榮民總議院林院長 請曾主委以及林院長 陳委員你好 主委 院長 阿扁前總統到北榮住院多久了 五個月左右 你看過他沒有 看過很多次 幾次 大概六七次 主委有看過嗎 我沒有 你為什麼不去看他呢 報委員 因為這是一個屬於醫療尚未專業的醫療行為 而且他有一個專責的醫療團隊 這個醫療團隊 我當初都有跟他們討論過這些事情 就是說以他們這個區塊為一個真正的核心處理單位 為恰當 否則的話 難道對前總統 你身為一個退伍國的主委 不需要一點人道的關懷去看他一下嗎 報委員 我認為我在這個區域不要設到這個層次是比較好一點 不是人道關懷是跟你這個層次 沒有關係 我有跟院長討論這些事情 我們都有討論 那馬總統有打過電話去問這個事 他的病情怎麼樣 有關心他的病情嗎 報委員 沒有 江院長有沒有 你去看過他 沒有 都沒有 所以嘛 人家說人家台灣的人權倒退 馬政府沒有人道關懷的精神 這已經證明了嘛 一個卸任的前總統 在獄中不去看他就算了 在醫院裡面 人道關懷一點 最卑微的一個 一個 關心都沒有 所以我今天喔 我在這裡喔 我 我真的是很難過 難道台灣今天要搞成這樣對立嗎 難道院念要相報嗎 我覺得台灣喔 今天要和解 我在國事論壇我為什麼講 講說希望說讓阿扁回家 其實我不是為了阿扁 也不是為了民進黨 我是覺得台灣需要進步 台灣需要和諧 一個病人住了五個多月了 你說他病情不嚴重 也是要住五個多月嗎 院長我請問你 你算是醫師出身的齁 我看你明明的帳也是寫醫師 是 目前阿扁的病況怎麼樣 阿扁那個 阿扁總統的病況 他有幾個比較重要的病 一個很重要 比較重要的病是 就是重度的憂鬱症 這是指於精神科的 第二個就是 呼吸 會有呼吸中止 睡眠呼吸中止 睡眠呼吸中止 類似那個巴金森 這樣的症狀 巴金森 但是 檢查起來 並沒有 並不是巴金森症 所以是 很可能是一種 慢性的神經性的毛病 所以他 大部分是這些 慢性病的毛病 他現在是不是有一個狀況 就是 腦部萎縮 他是 那個 這個 在影像學 他有腦部 比較 就是我們 隨著年齡 他會 有部分 在影像的時候 會比較小 這個 因為我 去過看 那個 這個 阿扁總統好幾次 我是近距離的跟他交談 是 我覺得他是這個病情真的很嚴重 因為 這個 重度憂鬱症的人 這個 外表其實不大容易看得出來 但是 我跟他交談了三四十分鐘 我可以感覺到他 情況越來越嚴重 不是說他這個人走 然後 需要就沒有病情 我想這個 這個部分 我 真的 誠懇的這個 再次的 呼籲了 重視這個 這個 醫療人權的問題 雖然我也知道說 這個 以目前的行事 行事行事法呢 不容易做得到 保外就醫 他有 太嚴格的規定 但是 我在 法治委員會 我提出一個看法 我要修那個 卸任 國家元首跟副元首的 那個 禮醫條例 因為畢竟 台灣已經是個民主國家了 美國 很多國外的民主國家 對卸任總統 其實 就算他本身有氾濫 其實在醫療照顧方面 是非常 符合人道的精神關懷 所以我真的 雖然現在 沒有辦法修這個法 卸任總統 副總統的理醫條例 但是呢 基於人道的關懷 基於對卸任總統 副總統的一個尊重 我也希望 馬總統 江院長 包括主委 去看他們 我也有事情啦 你如果生病 我會去看你啦 我在這裡講 我雖然跟 親民黨政治理念不一樣 陳萬水 當天他火化的時候 民進黨就只有我一個人去 我認為這是最起碼的 上次 主委你到醫院去 我也跟你報告過 我雖然當任過民進黨宜蘭縣黨部的主委 每年的熔民節我一定去 那是對於 這種尊重 這個跟政治理念沒有關係 所以我勸你要去 你下次沒去的話 我會來質疑你 好不好 你下次去 我今天給你鼓掌拍手 那另外一點 那個 我看你的報告 這個 本席這裡有幾張照片 這個 這個院長大概比較清楚 這個照片 還有這個照片 那這些照片 很多 這個是 這個是 在宜蘭有陳情 民眾陳情 我特別派了主任去看 延山榮民醫院的婚宴 不像陳情當中那麼嚴重 但是確實是老舊 破損 老人家居住在這種環境 難怪他心情不好嘛 所以 我在想說 這個 請 這個主委跟副主委 是不是喔 能夠 編一些預算 來改善這些採官設備 裡面的一些醫療設備設施改善 我看你喔 這個 針對 退伍會醫療機構高齡 醫學整合性的門診統計 你一百 一百年到 到一百零一年的統計 越來越少 一百年的時候 台南分裂有 一五五三 到一百零一年的一五零五 竹東榮苑 一百年有一一零八 到一百零一年剩九百二十五 延山分裂更年重 一百年的時候 有兩千四百三十人次 到一百零一年有一五三三 只是一五三三 嘉義分裂也一樣 一百年有七百七十六人次 到一百零一年剩下六百一十 請問院長跟主委喔 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人民喪失信心了 還是真的我們醫療設備太老舊了 跟陳委員報告 我們是希望 不要讓我們這些醫療資源做過度的浪費 所以整體上我們現在有對這些 我們的農民中間也有一些輔導的方法 跟管制的措施 希望他們不要盡量的跑醫院 所以這些中間有兩個因素 產生這些質量的變化 一個就是我們輔導上面的效果 上面已經產生了 不讓他高只有人次 或是一天到晚跑醫院的人 減少了 另外一個呢 因為我們醫療體系的整合 有些原來都是跑到榮總的醫院的 現在就到他下面的分院去了 譬如說剛才您講的高雄榮總那邊 數量一下子降了這麼多 是沒有錯 可是您再看一看屏東分院 那個屏東分院就是高雄榮總的分院 他那邊的數量就增加了非常多 所以這個數字上 我們不希望這個數字大啦 因為這個數字大 代表說我們這些人不健康啦 跑醫院 所以我們是一直在阻擋 那個主委 這個數據你這樣解釋 我不太認同啦 是 因為 銀山分鏈齁 一百 一百年度齁 是兩千四百三十人次齁 到一百零一年度 一百零一年度 剩下一五三三 降了將近一千人 降了三分之一 所以 我真的希望說 那個主委你去看一看 該改的採光設備 該換的一些設施 你給這些安良在那邊老人 多一些溫馨的感覺 烏七媽黑的設備老舊 這 這不是現代人的 這個一個 現代農民 應該有的一個一個 醫療的一個 處所 所呈現出來的東西啦 齁 那另外呢我想請問一下 齁 本席之前也提過啊 有關於農民的股份 齁 那今天報告裡面我看到你說 有關於股份的簽帳齁 呃 院長請回座 有五百零五座 那目前我們退伍會 掌握多少這些 待安葬的榮民的股份 這第一個 第二個有沒有統計表 第二個各縣市的狀況怎麼樣 第三個 您有沒有跟各縣市政府合作嗎 呃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只要地方政府或是哪些公墓中間 發生了就是有墓屑要處理 或是有塌方 跟我們榮民有關 我們一定去處理 那個主委齁 我上次提醒你 謝謝你 駕車館長讓人家容易尋找齁 對 讓他有個歸處了 最後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齁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 關懷單身榮民呢 退伍會的即將服務 你這裡資料總共做了 四十二萬七千一次 但是你的遠距的居家照顧系統 只有五百一十一句 到底是什麼原因 跟委員報告 你這個計畫做多久了 跟哪個系統連線 是跟警察局 跟社福 還是你們榮民院連線 五百一十一句就 常識判斷起來太少了吧 對 我跟委員報告 原則上四百多次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社區服務組長 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外面幫忙看 照顧的 那這些五百多距的 主要是只要偏遠地區 但是這個偏遠地區呢 這些裝置的費用呢 如果是救養榮民 是我們公費救養榮民 我們可以補助他錢來裝 可是如果不是救養榮民 是一般的退伍軍人啊 或是退伍的這些老兵的話 那要他自費來裝 是有這個情形 所以這些都是裝在比較偏遠 交通很不方便的這些地區 那他的系統 不是我們設計的 我們希望什麼 跟地方政府的社福機構 是結合在一起 我們不要去製成一個系統嘛 地方政府都已經有這個系統了 我們通通都是掛地方政府的系統 這樣的話 比較方便 地方政府一接到這個訊息以後 他都會通知我們 我們會馬上就過去 所以目前是跟地方的社福單位來做聯繫嘛 對不對 對對對 跟地方政府的 這個計劃施行多久了 已經有 有 九十幾年 九十七年我們就開始了 好 那你現在應該要求各縣政府 這個 把一些真的需要的 雖然他沒有錢 我們也可以適度 編補一些經費 給他補助 確實有需要 而且又購買不起的 這些 這些系統的 這些機器的部分呢 應該有一個關懷的措施 好 這個我們應該去做 因為這個關懷單身的榮民 這個即將服務真的是很重要 是的 我再次強調 這個 退伍位真的是很重要 我也知道你很盡心 我給你肯定 但是該要求的部分 我會強力要求 謝謝委員長